先祖刘备在仗中传令派关心张包领兵营敌 刚把人马派走有人来禀报 说老将军黄忠带着十几个人投东吴去了 嗯 刘备一愣啊 不能啊 黄汉胜绝不能够背我呀 他怎么能够背叛我呢 那是我的五虎大将啊 哦 转变一想刘备明白了 是我在仗前说话不慎 老将军不爱听了 刘备不说了一句 现在我手下的一些老将都老迈无能了吗 准是为了这句话 黄忠一挂火 到镇前杀敌去了 快 传令关心张包 对老将军要严加保护 黄忠真的去杀敌去了 一点都没错啊 刘备是顺口说的那么句话 老黄忠拜听了 领着十几个人抄小路 就下来了 这老头心想 我不能跟关心张包两个孩子争功夺利 这还换了别人啊 我就从主上手中把这令箭抢过来 因为您说过 发东吴我是正义先封官 现在你派别人行吗 不过派的是关心张包 两个孩子为父报仇心切 我这个做伯父的 我呀得对得起这俩孩子 反正我也不跟你们争功 我呀去给你们开路 这不管是活的死的 我黄忠都对得起 这老头真不错呀 是个忠义双全的人物 所以他带着十几个人抄的小路 赶着关心张包钱包去了 来到钱营寺求见吴班 吴班一听谁来了 老江青黄忠 哎呦 赶快出原门迎接 那还了得 人家老江黄忠 是西蜀的五虎上将 同时呢 还是这次皇帝刘备 御驾亲征的马前 正印先封关 吴班哪敢怠慢呢 来到园门外一见面 身识一礼啊 数末将甲咒在身 不能全礼 意思就是说 我见着您应该给您磕头 您得原谅我 这甲咒在身 行大礼它不方便 黄忠翻身下马 用手搀扶 吴将军 免礼平身 吴班一想这老头 气煌煌煌的干什么来了 请吧 请到终身上 先带茶后备酒 饮酒当工 吴班试着步着问问 老将军 您这个怎么这么得闲呢 吴班一想这话 问得没头没尾 什么叫这得闲呢 这不是来串门来了 这是两军打仗 可是我听说了 万岁派观星张刀 振前俱敌 没派这老头啊 说明这是对老将军的爱护 这老爷子怎么气横横的来了 呃这个 您是到这会儿来 查看查看的 人家也有这职权呢 人家是马前正义先锋 看看你这前营安排的怎么样 这本来也在里啊 黄忠摆了白手 都不是 我是来啊 振前杀敌 我要把孙权派来的这只人马 杀敗 哦 而他那个不是那什么吗 吴班想问又不敢问 说不是派的是观星张刀吗 您怎么来了 老黄忠明白了 主上派的是观张两轮小将 来据敌 啊对对对 我呀这回要强强攻 哎 吴班将军实话告诉你得了 是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你不必担心 我就把这帮无将斩尽杀敌 然后所有的功劳 都算是观张两位小将 哦 您这这是禁忆 哎呀 吴班咧了嘴啊 这就全明白 老头啊 一根筷子吃藕 挑眼了 皇帝这话说的有点失口 说他年纪大了 他不耐心 吴班心说老爷子 您这年纪是不小了 胡子 头发 眉不都白了 您枪这伙干什么呀 老将军 这么着得了 您的来意我明白了 您就在营中啊 这休息两日 嗯 曝光中听的这盒用手一眠 云然 怎么个意思 你说我打不退孙环吗 哎 不是不是不是 吴班敢忙摆手 心说我哪敢那么说呀 皇帝说的那么句话 您都不高兴了 我还敢说您算数大 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呀 杀鸡烟运宰牛斗 有我们这帮年轻人的 还用得着您吗 吴班想这话也不好 怎么在老头跟前 不能提这年轻 当然他又有点不得爱听 赶快用话往外唱 其实您要打呢 那他们不禁打呀 您跟随主上 尤打金香杀进西川 一路上是斩将夺冠啊 谁不知道您呢 眼前这少人哪 还用得着您去打 您就在这儿啊 呆着 喝酒休息 我去跟他们较量 不不不 吴班将军 你别看我 年纪大了 实际我还小的 我才七十五岁 好嘛 吴班已经比我大一半 还拐弯呢 还小呢 您跟谁比呀 彭祖 瘦国八百八十八 您跟他要比起来 倒是差点 他这个 你不要多说了 我虽然年过骨鸡 但是我现在每天 要吃十几肉 一斗米 是啊 吴班点头 您这饭里让我们是服了 您别看我们都是年轻的人 仨也吃不过您 哎 吃了饭才能有力气呀 现在我就可以 立举千金 叫你看看 也没有那千金中的东西 您举 呃 这么着 明天呢 我去跟他建一仗 您给我关阵 不必 明日一早 我就要出正 吴班一看 别劝了 再劝 话多有诗 麻烦了不定改句 惹得老头不痛快 一瞪眼 咱俩先较量较量 我完了 我这不闲的吗 这不是 吴班一想的好 明天我给您点击三千人马 用不着 我就带着这十几个军校 哎呀 吴班一咧嘴 老爷子 他不行 怎么 您得替咱西蜀想想 主上领七十万人马来发屋 您就带着十个人出去 咱们挣钱一战才不好看呢 要不我就单人足迹 呃 吴班一咄 我别太干了 干脆您随面得了 啊 这人一到岁说啊 这老小孩吧 您就得顺着他 你要一枪着他呀 不按他说的那个做呀 他就会觉得 你不尊重他 其实这尊重和关心您的安危 是两回事啊 吴班一想我要再多说 老头就急了 干脆 我呀 忍着吧 您该怎么打怎么打 正这说着呢 探报来报 吴军炒战 哎 来了 好 吴班将军 在 吴班敢当站起来是插手后令 不知老将军哪旁使用 黄忠说了句话 吴班差点乐喽 怎么 呃 没事 啊 吴班一听人家那讨战 这儿没事 那您叫我干嘛呀 我让你继续天酒布菜 我也要学一学 关军侯当年温酒斩滑熊 可惜的是 江东没有滑熊那样的上将 我斩着都不过瘾 你不就给我倒上 待我杀了吴将之后 回来再饮这杯酒 也不吃 哦 吴班才明白 那我遵律 您就去打您的 我这儿继续上菜 嗯 点炮出鹰 随着一声炮响 领人马杀出来 两阵队员 江中有一将 月马扬昭在阵前 正在耍威风呢 谁呀 孙环手下的偏将实际 这人三十来岁的年纪 说他两倍履历过人啊 有万夫不挡之勇 这人今儿个来到这儿 就想立功来了 想把西蜀人马杀赖 让孙环将军 好在主公孙权面前 给他晴庆功 这是一个没掌机就的 小牛犊子 今儿个正在这和岳舞扬威的 忽然听对面营钟炮响 队伍裂开 一催马过了一老头 使劲饿了 哈哈哈哈 哎呀呀 他是连连的摇头啊 老将军黄中带着战马 问他 哎 你为何摇头晃脑啊 哎呀 我替刘备在探戏啊 刘备这次气势汹汹 凌数十万人马来伐我江东 我不以为他手下 有什么样的精兵勇将 感情都是一些老弱残兵 就是你啊 你还到镇前来打仗 哎 我说 黄中已经怎么了 你那拐棍哪去了 那刀你拿得动吗 赶快回去 换你们那个上将来两军阵前授手 嘿嘿 老黄中一听着气 好啊 这个说我年纪大了 那个说我老迈无能了 我家主上刘备 说我还可以 因为他是我的皇帝 我保的就是他 你算干什么的呀 娃娃呀 你敢说老夫年麦子 怎么着 问我的手杖哪去了 我要主手杖还得四十年以后 你就撒马过来吧 实际觉得自己啊 跟这老头打都丢人 我来问你 你姓子名谁呀 嘿嘿 娃娃 问我的名姓啊 你可再马上坐稳当了 别回头我一报名 把孩子你吓着 我乃皇中 皇汉胜 啊 实际机灵 打了个冷战 这是西蜀 五湖大将啊 哎呦 别看这老头上几岁年纪 那刀几马快 剑法如神 我可早就听说过呀 怎么碰他了 活该我实际露脸 今天我能在两军镇上 擒住皇帝 嘿 我在江中啊 那可就算出了名了 好好好 我跟这老头打得格外加点小心 你就撒马过来吧 说着得一踹崩崩成 几刀就劈 按史记的想法 能在皇中的跟前 走上一二十个回合呀 一二十个回合 连俩回合都没走上来呀 老皇中在安桥上一声怒吼 哧哧的一声 但史记给斩了 哎呦 吴军当即打败 皇中提着史记的人头 回到了大帐 啪的手机望直 一扔告诉吴班 把功劳记下来 吴班赶快答应 老爷子您先把这杯酒喝了 确实这酒还没凉呢 今天您是两军镇前 温酒斩史记 说得皇中也笑了我 那是跟你说笑话呢 吴班记功劳吧 当然得记皇中 老江皇中一看你记错了 怎么了 不能写我的名字 得记关心张包 哦 和这老将军您这是 可是我是在给两军小将 在这开路呢 嘿嘿 吴班 双条大指啊 您真不愧是我西蜀 吴府 上将军 得激功吧 这时候冠星张包赶来了 冠星张包 在半道上接到了刘备的旨意了 说老将军 皇中堵了气到镇前去了 您要特别注意老将军的身体和安全 别让老头累着 冠星张包啊 十万伙计的往前赶啊 赶到钱营这儿 咱们一听怎么着 老皇中已经跟吴军开仗了 而且镇前两回合刀斩了史记 呵 冠星张包 过来给老皇中贺功 老将皇中撵着胡须 看了看两元小将 呵呵 二位将军不必客套 老夫我这是为你们 在开路呢 我能随同两位小将军 来到江中给二军侯 以及三将军报仇血恨 此乃老夫奋内之事 我应该做的 哎呀 冠星张包 感激不尽啊 老将军 您歇一歇吧 明天看我弟兄 去战孙桓 不必 老头一摆手 用不着 我要被孙桓 以及他手下的这几元将 斩尽杀绝 呵 这老头啊 劝是劝不住啊 第二天一早又出战了 简传结说吧 这老头是连剑三镇 连胜三镇 把孙桓杀的打败 一下败进了宜陵城 吴班派人马夸插一下 把宜陵四面刀围 围了个风雨不透 孙桓杀了 赶快上表啊 上表给他叔叔孙权 干嘛呀 求救兵 孙权一看表彰 大吃一惊 啊 让人给杀得这么惨啊 嘿嘿 这可怎么办呢 他当时大俊文武 派谁去迎敌 派谁去解救我侄儿孙桓呢 解阴陵之伟能退属兵 哎呀 孙权摇了摇头 恐怕派不出去了吧 无意之中把这句话说出来 这一切子怒恼了武将班中 几亿文大剑 咔嚓一下 一提出办 插手势 诸公说的哪里话来 只是孙桓将军带了这么一阵 您何必担忧呢 派我等牵马 我们要生擒大耳贼 回来交令 喝 喝喝喝 孙权一看六元大将 一顺水站到自己的眼前了 都是谁啊 韩当周太 蒋亲 灵统 张宁 攀张 行啊 江东还有这么多的人物呢 而且这其中有几位三世老臣啊 几位将军请令 孤心放安啊 我这心里还踏实点 当即派 韩当为主帅 周太为副帅 蒋亲为偏将 灵统和后 让甘宁由水路接应 派潘张为先锋官 领兵十八 解英之围 拒敌留位 六元大将 一起喊泪声 得令 那真是娃有灰音啊 真威风啊 带领着人马杀下来了 探士马 抱进了西蜀前应 滚星张 包这么一听 什么 尊全派 韩当为主帅 潘张为先锋 潘张啊 哎呀 滚星一跺脚 就是这个潘张 我与此贼 我与此贼有杀 我与此贼有杀父之仇 我有生食其肉 我教了他 第二天 探马来到 攀张讨战 滚星战斗 立刻配忘 老将军 老将军黄中 砰一下 上前一步 一手 抓住一个 二位小将军 您有什么吩咐 咱们商量商量 行不行 哎呀 有话您就请讲 在当面吧 这样 潘张此贼 我早已回恨在心了 我要给我家二军侯报仇 你们就把这个功劳 让给我吧 说这话的时候啊 老头眼泪汪汪的 两个小将是十分感动 可是又怕把老将军给累着 不是刘备有旨意吗 我说老将军 是不是您歇息歇息 让我们去战 哎 老头把胸膛这么一挺 我来干嘛来了 来的镇前就是为了斩将夺魁 我是来歇着来了吗 这么说 你们这是有点嫌我年纪大了 说得他双手把胡须这么一拖 这时候战口能站着的几元将 冲着张包观星一个劲的白手 那意思您可千万别提岁数这事 观星张包啊 知道这事 老头不爱听这个 所以这次领着十几个人 抄小路跑前面来 别说了 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让您歇息 那好 那您要打这么着行不行 我们给您关阵 您这是关阵 二位小将要在暗地保护黄中 老黄中一听乐 多谢两位先知 哎 给爆英灵 嘴里一声炮响杀的阵前 老黄中来到阵上勒住马 横手中刀 往对面这么一看 哦 这家伙就是潘章啊 潘章这时候左手按着铁国梁右手 倒提着青龙燕月刀 哎呦 老黄中一见这刀心里都轰得下了 见物思人 看见青龙刀 响起了关羽 关云长 怎么 我们二军侯关羽的刀归了他了 你白使唤吧你 想到这黄中冲着潘章一点手娃娃 马前射手 潘章也知道 来者是黄中黄汉生 我可得格外小心 举刀相迎 两个人大战三十几个回合 潘章让黄中给杀得是遍体 生津汗流浃背 眼看就支持不住了 他也真对不起这口青龙燕月刀 刀好啊 当然手巧没有家事妙 可但是得是巧手啊 就凭潘章的力气 他抡不动这口青龙刀 拜吧 望下一拜 黄中把大刀望起 咱们一举举刀眼纱 追下来有二十多里路 老将军一马当先 后边筛了几次罗了 干什么呀 明今想把老将黄中给调回来 别让他们追了 可是黄中就是勒不住马 越追越欢啊 越追越猛 杀得乌军失衡撇野血流成河 正在往前追着忽然间听对面 韬牢一声炮响 感情这儿有一少人马埋伏 其实人还真不多 才五百多人 为首的这一员将是谁呢 马中 这马中名字很熟悉啊 就是在麦城 用半马所捉住关羽的那马中 他这个设埋伏 还设出田头来了呢 这次他跟随着韩当作为医员 偏将也来了 他领着这么一只人马 就在这埋伏着 其实他还有一张围长 忽然就看对面 潘张先锋关 让人家给杀的 如丧家之犬一样往回跑 马中吩咐一声 给我点炮 没有 骨炮声这么一响 借着这乱胡劲 他龙眼神一看 追潘张的这人是谁呀 是一位虚发洁白的老将 哦 就这老头啊 好 我暗算你一下吧 他抬腿摘弓摘弓 大剑嘎嘣 扔尸 这剑就奔黄中去了 在这乱军之中 黄中光顾了追潘张了 胡蓝亭耳边炮响 老将一愣 这有埋伏吗 总算有埋伏 老夫何惧 他刚这么一横刀 嗯 听见一股金风奔 他扑来 不好 有人放暗箭 就烧 这么一愣神 老将军黄中 的确是勇猛嘛 也确实构成一位 五虎上妙 功夫底子也真深 但是毕竟年龄大了一点 这个自然法则 难以抗拒 不管谁 都是如此 这个反应就稍微迟钝了 这么一点 已经想到有人放暗箭 但是就稍微慢了 这么一点 现在已经到了 不好 老黄中一侧脸 一箭正中黄中的右肩窝呀 老将军在马上一晃身 扑通 啪朗朗 刀也扔了 用安桥声掉下来 马中这么一看 嘿 自己一箭射中了黄中 这可真是兵轿着火呀 怎么呢 该着啊 你黄中剑法如神 谁不知道摆不穿扬的黄汉生 没想到今儿让我 给你射中了一箭 这人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露一把脸 干脆 我把你斩了吧 刚往前这么一催马 关心张包就到 关心张包还不知道对面这人是马中呢 要知道他的名字 这俩当时就能把他撕碎了 二将杀过来 把马中给杀败了 救回了老黄中 老黄中中剑之后啊 哎呦 伤势很重 一直昏迷不醒啊 到底是到了年纪了 这个血脉流通就差点 有人把这紧急情形就抱进了玉营 刘备这么一听大吃了一惊 亲自 带领着文武到贤英来看望黄中 来到了并榻前 柳背拉着黄中的手 掉了眼泪了 老将军行来呀 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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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图中 说完了 说完了 老将黄中 是寒笑而亡 后人有失 叹黄中 老将说黄中 收穿力大功 重辟金所甲 双碗铁台功 胆气京河北 威名震鼠中 林王头四雪 游字 叶英雄